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Hadoop 2.x 热门剪辑及生态系统 那之前也说到了这个 有些时候你去解压的话 就是没有权限 就没有赋予这个可知性权限 那这种点并的这种格式去解压 你只需要用这个点杠 然后文件名就可以解压 那这个时候就爆出一个错误 说这是不允许的 那怎么办 我们查看一下它的权限 发现它是这样子 没有这个知性权限 那这个时候上面写的就是R是读 那W是写之前解释过 读就是锐的对吧 写就是W, right X就是执行 那这里没有执行权限 就要修改一下文件权限 这里需要分配权限 怎么分配呢 我们只需要用U加X 然后用CityModeU加X 然后文件名就可以赋予它这个权限 这时候我们使用LS-L看一下 它有什么区别呢 它就变成这种可知性权限 在这里 这个时候我们就解压 好 解压好以后 然后我们重命名 相当于一个移动 然后我们再LCC一下 它就变成这地方了 然后看一下加瓦的版本 这地方发现没有配置环境变量 之前也讲过 那你只有安装完成以后 你再查看加瓦的版本 是用加瓦-version 对吧 这里提示你没有加瓦命令 它需要配置环境变量 之前也讲过了 然后用VIM打开ETC下面的profile 然后写入加瓦的环境变量 这是它的安装路径 然后这是它的beam 这里少了一个lib是吧 加瓦的类裤 还有一个加瓦的类裤 lib 然后保存退出 退出以后使用source命令 进行一个生效 这个时候看一下加瓦的版本 就出现了 如果你安装的是加瓦8的话 最好就是1.8 这是一个用性环境的版本 之前也说了 加瓦有用性 编译式环境和编译式环境 这还有一个虚拟机 一个介绍 它是用hot sports构建的 这个时候JDK就安装成功了 紧接着我们就安装Hadoop 首先你得下载Hadoop 下载就是之前我说的用用用盘里面 然后有安装包 你也可以去官网下载 然后去解压 用的是ta命令 然后点-zixvf 然后文件名进行一个解压 然后修改个名字 相当于移动一下 iis一下 名字在这里 然后也是配置一下环境变量 这个地方大家就有个共识 就是在Linux中 你去安装一个软件 多半是要修改环境变量的 环境变量都是同意放在etc profile上面 像一些用户的环境变量 可能是有其他文件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Linux一些帮助文档 这个环境变量也很简单 它就是设置一下Hadoop的路径 就是Hadoop.home 设置为UserLocal下面的Hadoop1.1.2 对吧 然后再加上Hadoop引进来 这个地方也可以引一下Hadoop的一个 内路径就是Lib 然后再sauce一下 然后s一下 然后很多人认为这样就安装成功了 是吗 然后运行一下Hadoop 结果他就说出现这么一个帮助 看上去是没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就激动的认为 Hadoop安装成功了 是不是 就像加我的环境变量一样 我们一设置环境变量 就OK了 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没有完成的 我们还是需要修改一下Hadoop的一些配置 首先我们需要修改 这个con.set.xml 这样说可能有点模糊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到底在哪里 con.set.xml 好 我们到根目录 然后再到user 这之前我已经装过了 cd Hadoop 看一下我们在地方放了些什么东西 GDK的三个版本都有 然后还安装了Hadoop1.1.2 cd Hadoop1.2 然后sc一下 这里面有它的脚本 在这里面 就是一些用心脚本 然后它的配置文件 那我们看一下它配文件 cd.conf oslc一下 lc一下 那这边就看到刚才修改一个配置文件 叫con.set.xml 我们编辑一下vimcon 回车 那这个地方就需要配置一下 Hadoop的一个叫默认的名字 那相当于这地方就是一个Hadoop的一个根文的目录 那配置需要写上Hadoop内置的协议 那Hadoop的协议就是hdfs 之前也说了它是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 这地方设置实际上就是Hadoop的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的一个根目录 那这地方说的是一个uil相当于一个地址 那这地方冒号双鞋杆 然后写上你的机器名就是前面改的主机名 这地方你也可以写这个ip 比如说刚才91.168.42.100 在这地方我推荐你写这个主机名 因为刚才说到它的优势 就是说即使你的ip就改变了 你也不需要去修改它的配置 只需要将那个host 174下面hots修改 ip对应也ok了 好 它的默认端口是9000 然后写上去 然后再配置一个项就是它的临时目录 然后这里面默认的就是在它下面建的tmp 然后这下回你保存退出 它的配置就结束了 这个配置完还有哪些配置呢 我们继续看一下 这地方强调一下 这地方的hadoop 那是你的主机名 你的主机名是什么就写什么 比如说我过去的主机名hadoop 现在我的主机名是hadoop 接下来还有修改一个hdfs-set 也是一样的 然后变M一下hdfs-set 这地方需要修改一下还有全线的一个控制 默认是一个foss 好这地方就是一个配置 这地方有个值就是1 还要配置一个mapped-set 这里面的文件 我看一下 这个配置完以后保存退出 vim 因为刚才老师在这边已经配置过了 所以我就没有保存 你如果没有修改的话 是需要保存退出的 还有一个是mapped-read-set.xml 这方配置很简单 就是你的主机名冒号 然后一个端口是9001 然后保存退出 这个时候几乎它的配置就结束了 这里还是要强调你主机名应该是对应的 那也是这地方我是hadoop 所以这地方你的主机名有多少 就写上多少 我也顺便修改一下 我这个以免发生有些人的不一致 觉得我写错了之类 好 配置完这些进行一个hadoop的格式化 那使用的命令是hadoop name node format 刚才说到一个生词 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 那就是我说的job checker 还有前面讲的name node 这个相当于name node的一个节点的位置 地址 这都没关系 后一会会讲到他们到底是什么 好格式化以后呢 它会显示这些东西 比如说它的格式化版本 然后构建 多少位 然后内存是多少 还有用户 还有最后有一句话就是是否成功 如果这地方显示了successfully 对 那说明你的格式化是成功的 好 它还答应出了一些信息 之后我们就可以启动这个hadoop 启动这个hadoop的方法也很简单 那就是start-on.sh 它意思说启动所有的服务 对吧 在vn下面 或者links上面 都可以使用jps这个命令 来查看这个加瓦进程 那我们我刚刚才呢 已经手动启动了一下这个 好的hadoop机群 我们现在看一下 jps看一下有什么进程 那这地方呢有一个name node 看一下PPT上面也是有的 那jps以后呢 就会看到一些进程 那jps本身它就是一个进程 还有个data node 一看就是数据节点对吧 还有name node take tracker secondname node job tracker 那这就是1.2里面的一个进程 它就是有这些服务 首先这地方有一个name node name node呢就是提供主节点 对吧 这个有很明显 提供一个整体集群的一个 算是一个领导者 对吧 就是类似于项目经理 或者说技术经理 对吧 它下面有一个程序员 对吧 就是data node 那这还有一个job check 相当于也是一个技术经理 他是工作方面的技术经理 对吧 他交给一个任务是程序员 另一个程序员叫task check 他们的关系就是一个主和从的一种关系 上下级的感觉 那second name node就不用说了 就是一个second 对吧 只要你当过什么贝贝 是吧 叫贝贝你就知道他是干啥了 说白了 备胎嘛 对吧 这是一个次次节点 也就是说一个备份节点 嗯 贝贝的故事很多 或许 现在你就是一个 我也 当时是个贝贝是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手动的输入看一下 Hadoop 访问Hadoop的这个web界面 那我们访问一下 看一下是什么样子 注意我这边是5 然后访问不了 这是为什么呢 然后我们现在换成ip 稍微有些慢 稍微等一下 显示出来 这个Hadoop的一些web界面 然后就可以看到一些 Hadoop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这个版本信息了 还有这个一些HTF式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使用量呢 对吧 还有一个使用率了 还有这个空闲的多少记 之类的 没有被使用的 还有这些 NameNote的一些 存储的一些信息 那这个时候呢 还可以浏览一些系统文件 这地方有一个 比如说我去访问Hadoop 就是说它没有显示 这是为什么呢 这张显示 你没有去配置 相当于Linux中的hosts绑定 对吧 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手动配置一下 首先是window下面的systems 然后是etc下面的hosts 因为老师的这个应户呢 还不是这个 先放在桌面上 然后手动修改一下这个文件 然后将它绑定起来 比如说Hadoop5 然后绑定成100 保存 然后将这个文件呢 再扔到这个里面 这个时候呢 修改时间就对了 然后我现在再去访问一下 然后回车 看到没 那你就在windows下去使用了host name 然后访问了这个Hadoop的这个UI 浏览系统文件它不让看吗 我看一下 还有这个活着的活着这个datanode是1 可以看一下 嗯 这是一个datanode 它活着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的机器很多的话 这地方都会列出来 浏览这个文件系统 还有这个它的日志 这些就是它的一些用心日志 一些时候我们需要调试文件的话 都是可以看到的日志 到底出了什么错 方便这个调试 好这个好像点不了 看到这边的点 啊 这边看到了就是 嗯 Linux Hadoop的HDFS上的文件 路径 这个它的目录 那这个等价于这个 Linux上使用Hadoop命令 Hadoop它的命令就Hadoop fs-ls- 这就访问Hadoop的这个HDFS的根路径 这地方列出来的就这样子 这是每一个目录 那这地方是一致的 这地方是一致的 大家看一下 是吧 是吧 一致的 所以有些时候你需要查看一个 目录 存在不同的一个文件 对不对 那你可以这样看 这里面呢是一些单词 那就是后续要讲的这个 word count 对吧 my produce 嗯 好 那这样子呢 就已经证明你的系统 就是Hadoop 安装成功了 那至于你能不能用行 那就是另一个问题 那才能证明你的Hadoop 到底有没有问题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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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